最后让出来的话大概是这样像这样 就是 我们让它让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连接 启动我一个浏览器我们给他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可以自己在 比如说我连接到那个 这个地方连接到Google我给他一个Google的网址 那当然这个地方使用者可以back回去 然后启动地图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网址 这个是不是有 那因为我们模拟器里面没有Google map的版本 这个版本里面没有Google map 所以你将来如果你在 RUN这个程式的时候特别注意 你的这个模拟器要启动的是有Google map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的话 你们在SDK里面 它有两个同样的东西有两个 一个是 有那个 对对对 有用到另外一个那个是 就是在那个SDK里面 你们在载入的时候它会有两个版本给各位选 那一个是标准的 他没有 外部的使用 的类别 我看一下 载入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用那个模拟器的话 基本上你 地图的部分呢就没办法载入 那还有就是说 打电话部分这应该没问题 打电话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如果你是dial的话 那他就会这个地方就会把你的电话放过来 那如果说你是call的话 他就直接拨号了 因为模拟器里面 他等于是模拟那个拨号的功能 那寄送电子邮件也是一样 理论上了你的手机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可以发信的一个APP 不然的话他出现会 不支 不支援此操作 OK 那这里的话大概是这样 那有关地图部分呢 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看一下 每个版本 这个先不要打扣 试的版本暂时不要打扣 我们是用哪一个呢 我们是用2.33 对不对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2.33里面呢 他的基本的 版本是这个 这个是已经installed 对不对 那我们缺哪一个呢 特别注意 这个版本 有没有 Google API 那很多的 相关的 Google的其他的API 比如说包含像地图功能 你就一定要装 Google API 这个版本 用这个版本一定要打勾 你才有办法去执行Google的地图 这个地方特别的注意 OK 好 那 这个装可能要很花时间 我看这个部分的话 暂时你们回去的时候 用你们 家里的